前一阵子基隆发生女子遭攻击 监视器却因故障失修 未能发挥辅助治安的功能 声援于三发在总执询时 搬出17年前 他就要求大量装设监视器 感应式大灯的执询画面 一样的诉求在今年总执询中 再度提出加入广设灭火器 确保大众的公共安全 各位都有看到了 年轻的我就开始在讨论这件事情 我建议市场应该撞两万套 至少要两万套 为什么 全基隆市每个基础都有 一到一千五百块左右 大不了编三千万 保固三年 你一年才花一千万 全基隆市到处亮起来 全基隆市监视器没有死角 加入广设灭火器 确保大众的公共安全 我建议广设灭火器 因为现在一个灭火器 大不了一两千块 对不对 让基隆市到处都有灭火器 希望灭火器跟我们的监视器跟感应式大灯 希望这种虽然看来不是很大的东西 但是却是民众很需要的东西 我非常认同议员您的看法 也感谢包括像感应式的路灯 我在这个意识殿堂上也不能骗大家 这个很好的方法是你建议我的 感应器的部分 跟监视器的部分 一个部分可以考虑补助 一个部分可以考虑采购 我们尽快在下半年 就能够下到零里去 另外安一路社区缺乏停车空间 市议员于三发也提出在安乐国小旁 盖立体停车场的诉求 我们现在安乐国小后方这个立体停车场 这是安一路专 我们希望往这个地方衔接 经过这边可以搭建一个平台 去衔接这一栋 下一张我们再来看 我的构想 就希望搭一个平台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立体的停车塔 这一张就是我亲自画出来的 因为我讲了很久 我们市长好像都听不懂 现在新的市长 我希望你也能够更快的听懂 您这么关心这个议题 我们也要给您具体的一些 回复跟想法 我想说我们这个案子 从你这样子跟我们说开始 你画了一个这么完整 而且清晰的一个概念图 我想我们会来开始研究 然后也去了解一下 那个地块的大小 了解一下说那个附近的一个 停车需求是肯定有的 这个毫无疑问 但就是说如何来促成这样子一个案子 到底是可能要民间的 还是要用政府的 等等 我想我们会开始 应该是说积极来评估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